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解1.4的部分 1.4的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 1元2次方程式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这个部分呢,就是那一天啊,宣奇就问 哎呀,老师,我的学校啊,已经交到这里了 你可以不可以交这个 所以我已经,所以为什么我讲,哎呀,我上的慢呢,其实就很 是亏的,所以我加法定要追上来 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1元2次方程式,就是我们这一章呢 就是讲1元2次方程式嘛,我们学了三个解法,对不对 那个其实是初中的东西,英式升学法 英式升学法,配方法,还有公司法 哦,这个是初中的东西 那接下来呢,1.3的部分呢,我们就讲,哦,这个判别是 b 平方点是ab,如果是小于0的话呢,我们就讲 50根,如果等于0的话,我们就讲两个 将同的10根,如果大于0的话呢,我们就讲 两个将一10根 再来呢,我们就要讲说,哎,这两个根呢,跟 技术有什么关系 啊,所以在这边呢,当然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来,来,呃,表示,哦,我们的 我开一个拍板呢,sorry ok ok 所以如果,如果我讲说,哎,我的两个根是哪两个根呢 我们可以讲说, ax 平方加 bx 加 b 等于0,然后呢,我们就用公司法,我们就讲 其中一个解,就会是 4-b 加根号 b 平方点4ac 除以2a,对吗,另外一个就会是beta beta的这边原本是加点的,对吗,加点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是加,一个是点,啊,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ok 啊,那如果我讲说,哎,如果我两个根相加的话,哦 你看到哈,它的分母一样 它的这个是一加一减,是不是可以去掉 所以是变成了两,呃,负b负b就是负两个b了 除以2a 然后月掉的时候呢,就会得到,哦,负b除以a 哎,很,哎,感觉上好像很整齐的,啊,是吗 那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我是两个相成 的话,哎,这个有点复杂啦 我可以讲说,哎,这个是一个加一个减吗 这是前这个后啊,啊,一个前一个后 前加后成前减后 我们就会得到前平方 减后平方 啊,这个后平方的话呢,这个根号就去掉了 所以b squared减4ac的 对不对,所以相成的话呢,除了上面分子相成, 父母也要一起成,所以这个时候呢,224 啊,a就会变平方 那接下去我只要讲整理呢 基本上负b的完全平方就会得到b平方 然后这个负沉进去 啊,这个减减就会变加4ac ok,4a平方 那b平方跟这个可以约咯 啊,约掉了啦 然后4跟4可以约咯 a跟a可以约咯 哎,我就找到b除以a了 当然这个方法是比较 比较复杂的一个方法 啊,但是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 我们得到的是两根字和 我们得到负b除以a 我两根字记,我就会得到c除以a 所以它就可以背起来 啊,当然在这边呢,你会看到 课本用的一个更简化的一个方法 啊,首先我们从这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除以a,我们就会得到a 啊,每一项除以a,我就会得到a分之b a分之b,对吧,然后0还是0 啊,如果我做音式分数 我找到的解是alpha跟beta 我可以不可以写成 哦,x-alpha乘x-beta 乘于0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如果我 我得到这样子一个formula的话呢 我是不是讲x-alpha或者x-beta 哦,所以你就会看到呢 其实它是从x-alpha跟x-beta呢 沿后推过来就会得到这个 然后我们再展开它 你会看到这个乘这个得到x平方 好,然后呃,可能这个乘这个吧 得到负alphax 在这个乘这个得到负betax 然后这个 alpha跟beta相乘 然后负负又会得正 所以是加alpha平方 然后呢,我们卡把这个x抽出来 我们把负也抽出来 我就会得到alpha加别大 再来呢,我们就用比较细数法 我们比较这个 x的细数 还有这里的细数 再来 y的细数 哎呃,常数项 常数项 比较 所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呃,这个有负嘛 这个负我可以搬去对面 我就会得到负b3a 就是跟我的这个方法 找到东西一样 啊,找到东西一样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alpha beta呢 会等于c3a 就是跟我这里一样 啊,所以他课本的 当然这个课本的方法是比较容易 比较快一些 啊,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从公司法呢 也验证了 这个的确是正确的 ok 好,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两个东西 这个背起来 框起来啊 这个要背起来的 呃,其实是有框的 课本是有框的 只是我 我scan的时候 教的时候 就把那个框给去掉了 所以这个要背起来 背起来 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 会怎样出 我们看一下 哦,一个方程是 5x平方 加17x -12 这个等于0 呃 你们有没有问问题啊 有问题 你确定 你有给吗 我没有显示 有给什么 给功课啊 有 你讲什么 给什么 显示什么呢 我在确定 你查的是什么 功课 有呗 有呗 没有呗 我的功课是空的啊 我的功课 里面东西是空的 我就是这样子一句话吧 2021年 01 29号 然后 课本的集体 1.2到1.3 我没有点的 就是做完的 全部做完的 我没有选的 我没有选的 我不会去点的 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做完的 OK 如果 你不是应该要点几期 No 我的补期是没有几期的 我没有剪的 是全部做完的 OK 反正你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如果 你讲说 记一些 最好不要 我个人是觉得 那个习惯是足够少的 主要你们学校 为什么想说 会要点 你们一般五十几个学生 一般五十几个学生 老师每一个要改 他点十期 他要改十期 很辛苦啊 所以他不可以点太多 他点太多 他自己改不到 所以我补习才两三个学生 所以我是改完的 什么课本 种种的课本咯 如果你没有的话 因为你们空城 可能买过同的课本 在这边 这边 有download 可以download下来的 这个课本 OK 可以啊 是我给的课本 不是你学校的 但是其他的 很像其他的途中 都是用课本的 都是用课本 好 没问题啊 可以啊 这样回来了 那题目会怎样出 啊 虽然很像可能有语文上不一样 啊 女人的 如果是有些是用英文上的 他们是叫它root 啊 根就叫root root 其实就是那个解啦 啊 那个解这样 ok 这个黄文也是叫它根 所以它是root so the sum of root 或者它的 sum of root 或者是product of root product就是p 啊 所以他们会这样子来 给那个名字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啊 例题一啊 如果我们有方程是5x0 加12x-12 17x-12 等于0的话 一个根是5分之3 另外一个根会是什么 我要知道说一个根是5分之3 另外一个根是beta来讲说 啊 那我就可以用两根字和等于 -17x-5 -b-a 啊 然后呢 把这个alpha呢 放进来 再拉过去减 你就会得到 呃 -5分之17 这里又减5分之3 那就是17加3 就得到20 20除以5呢 就会得到4 所以就会得到4 那你会讲说 哎老师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两根字和呢 我用其他的可以吗 我可以用两根字机吗 也可以 这边有写到 哦 也可以 如果你用两根字机的话 哎 如果你用两根字机的话 啊 你就会是alpha beta 就会是等于-12除以5哦 哎 -12除以5 那alpha放进去5分之3 这个5跟5可以越减 3跟12可以越减 就会得到beta是等于4 所以一样呢 可以找到答案 ok 所以两根都可以接受 再来 我们看一下例题2 若克方程式15x平方 加x加m 啊 一个根是三分之一 啊 另外一个根是什么 还有它的m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用两根字机 直接下手的话 你会发现到 哎我有一个beta 还有一个m也不到的 一个方程是有两个无子 呃 有两个位之数 你是做不到的 那你就要用 从加法 那边下手 啊 两根字和alpha加beta 就会等于-1除以15 啊 -1除以15 那这个5 啊 那3分之1放进来 啊 3拉过去的时候 3分之1拉过去 我们就会得到-15 然后-3分之1 所以乘5 呃 乘5的话呢 就会是-15分之5 那加起来呢 就会是-15分之6 那越减3的话呢 我就会得到5分之2 OK啊 那找到了beta之后呢 我们要找m的话 我们就用两根字机 哎 两根字机等于m315 两根字机等于m315 OK 那alpha是什么 alpha是三分之一嘛 beta什么beta刚才算出来 就是-5分之2 所以两个这样层次 你可以这样看啊 5可以越减3 3也可以越减 所以m不成一股啊 OK 所以又可以用越减的方式 比较快 好 没问题啊 不会太快啊 太快记得要跟我讲一下 在check那边写 我就看到了啊 例题3 我呢 我的月份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刚才月份就听不到 啊 OK 那一次放程式 x平方-6x加m 的一个根比另外一个根大2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根是alpha 另外一个根呢 就是alpha 还是alpha 加2 比它大2 啊 这样子 那有些学生就开始讲 老师我 我怎样知道是beta 比alpha大2 还是alpha 比beta大2 没有关系 你会发现到啊 两根之核跟两根之气啊 有没有持续之分啊 alpha加beta跟0beta加alpha 一样啊 啊 两根之气 交短都一不一样啊 也一样啊 因为乘法跟加法都有交换率吧 对 交换了就一样了 所以呢 其实alpha跟beta呢 也只是 也只是 两个根 啊 基本上就是它两个根 所以它是没有区分的 你可以讲说 一个叫beta 另外一个叫beta加2 也可以的啊 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不用担心太多 它们是没有持续上了一个区别的 OK 那在这边 一个根是alpha 一个根是beta beta 就把它设成alpha加2 啊 当然你要设alpha-2也可以 你要把这个设成beta加2也可以 话法都可以啊 有很多方法的 啊 然后呢 alpha加beta 等于负b3 哎 像这个就会是6啦 啊 alpha加alpha加2 等于6的话 2alpha就会等于4 alpha就会等于2 OK 就这样子 然后 alpha beta 相乘的话 就会是等于m咯 啊 alpha beta相乘就是 alpha 乘 alpha加2 啊 那在这边alpha已经找到的是2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2跟4相乘等于m 428 所以m就会等于8 OK 所以在这边呢 你不可以先去找成法的啊 啊 2个位置做不到的 所以你要从加法那边先下走 会不会 啊 可以吗 会太难吗 啊 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啦 啊 OK 我们再看一下例题4 啊 4alpha 4x平方-px 加2 一个根是另外一个根的2倍 所以你可以设成一个是alpha 一个是2 2alpha alpha跟2alpha 2倍吗 对不对 啊就是这样啊 OK 求2的根和p 现在是要找p 所以你看啊 位置数在哪里啊 位置数在b的位置啊 所以现在呢 你应该要从2根之系下走 不要去做2根之核 啊 这个是错误的示范啊 啊 他去先做2根之核呢 你就看到做到一半是卡住的 啊 所以如果你先去做2根之系的话 alpha x2alpha 会等于2除以4的话 OK 2除以4 啊 然后呢 然后你把2拉下来 alpha平方就会是等于4分之1 开根号的话呢 alpha就会是等于 啊 正负2分之1 那正负2分之1的时候呢 你才带回进来这里啊 那 当然他错了啦 他做做错顺序 所以他先做2根之核 做到一半卡住 啊 所以alpha加beta 会等于 负负责正 所以p除以4啊 p除以4 那两个加起来应该是3alpha 那3拉过去对面 就会是得到这个4乘3 得到12了 啊 12分之p 那算到了alpha之后呢 他再带进来这个位置 ok 那12乘上去 12除以2 就会得到6 所以p就会是正负6 p就会正负6 所以他带进去的时候呢 他也不要一次过带啊 放正负的话呢 怕学生不明白 他就分财啊 正的正1分之1的时候 带出来会是多少啊 得到6啊 那 得到负1分之1的时候 你就会算到负6 ok 所以呢 你正确的答案呢 就是说两个根是什么 这两个根 一个是1分之1 一个是1 然后他的p就会是6 如果是负1分之1 他又要配负1 然后就会是负6 ok 就这样子啊 所以是1分之1 配1 然后6 然后负2分之1 跟负1 然后配负6 所以呢 他在这边呢 这个就是他的完整的答案 ok 那 随堂联集 由我来解啊 随堂联集由我来解 随堂联集由我来解 可以的哈 来 来 这边 这边 若 2x平方 我先抄下题目 2x平方-3x 加m ok 等于0 等于0 他一个根是2 求其另外一个根 还有m 是多少 ok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假设 oh alpha等于2 当然你讲说beta等于2 也可以 好 那我先讲说alpha是等于2 你的alpha加beta 会等于多少啊 负b 除以a 负数就会得真 所以是3 除以2 ok 再带这个2 进来 再带这个2 进来 你就会知道 这个要-2 这个是1.5 来的 或者是2分之3 -2分之4 所以你就会算到了 这个beta 就等于-2分之1 ok 然后 然后 m是多少 m就是我们的alpha beta 哦 不是 应该是alpha beta 就会是等于这个m 除以2啦 c除以a c除以a 那 我们的alpha 带2 进来 我们的beta 带2分之1 进来 然后 然后怎么 这个2分之1 也叫 这个2乘上去 我就会知道 m是等于-2的 有没有太快 ok 这题简单 我们就可以找到 一个根 另外一个根 就会是-2分之1 好 我的m呢 就会是等于-2的 ok 下个 下个 next 第1 诶 就是第1集 再来第2集 再来第2集 我们看一下 8x平方 加x 加p p 等于0 然后呢 一个根 我就假设alpha 是等于4分之1 所以他现在又要找beta是什么 还有p是多少 好 alright 我再看一下 我们就从alpha加beta两根支盒下手 我们就可以得到的是 futb a fut1 这样子 然后1分之1放进来 1分之1就拉过去了 这个部分我可能再做慢一点 那我可以把它变成8的话呢 就会是8分之2 所以在这边应该是8分之3的 8分之3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两根支监会等于p除以8 alpha 4分之1放进来 beta fut8分之3放进来 ok 8跟8可以越减 可以明显的看出出来 p就会是等于负1分之3 ok 另外一个根是负1分之1 8分之3 负1分之3 ok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都很简单 ok x x 平方 减2x 加q 等于0 然后我们再看看 他讲 两个根 分别是a 和a分之1 啊 哦 a和a分之1 b 你可以讲到alpha 是一个beta 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呢 这一题 应该可以从 啊 这个应该是分别的错了 alpha加beta 会等于负b 除以a 那负负责 我们就会得到a 2 2 所以在这边放进去 a加a分之1 等于2 然后呢 然后呢 每一项我们乘a 我们就会得到a平方 加1 等于2a 再把这个2a拉过来 我们就得到a平方-2a加1 再仔细看呢 你其实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a-1的完全平方 换句话呢 我可以知道a其实是等于1 这个只有一个解 然后这个是我们讲说 呃完全平方的情形 啊或者是 呃b平方解是ac等于0 两个根是相等的 然后两个相等 再来alpha beta呢 会等于q的 这样q 啊 alpha是等于a beta是等于a分之1 这个可以越减了 啊 这个很简单 所以q是等于1 a等于1 q也等于1 oh 完成 ok 我们看一下 这条面积7的部分 有没有做对 对 好 好 第一题 呃 负2分之1 然后m是等于负2的 所以 然后负8分之3 负8分之3 负8分之3 p是等于负1分之3 也对 再来a跟q都是等于1 也对 ok 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看一下 呃 还可以怎样出 哦 题目还可以怎样出 其实还可以更 呃 还可以问其他的东西 立体5 我们看一下 啊 他给你放成是 x平方 减7x 加2 啊 这两个根 是alpha跟beta 啊 还有的就是alpha 是大够beta的 然后呢 他要你找alpha加1 beta加1 啊 意思是说呢 然后我在这边 我们知道alpha加beta呢 是等于7的 对吗 负b3a a刚好是1 然后还有的就是alpha beta是等于2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可以不可以 从这里的资料里面 啊我不知道alpha是什么 beta是什么 我们不要解出来 啊 我们不要解出来 但是我们 知道alpha加beta是7 alpha beta是2 我能不能够从这边 啊 可能展开啊 还是什么呢 我得到 这两个东西 ok 所以每一个 其实都是一样的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 啊 首先你看啊 他写了一句 这一句是我懂 我刚才写的 ok 我们就是懂这两个 我们能不能够 从这一边 啊 散开出这两个东西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alpha乘beta alpha 这个乘1 我就会得到alpha beta乘1 我就会得到beta 所以是alpha加beta有了咯 啊 然后1乘1得到1 所以呢 alpha beta是哪里去吗 放进来 alpha加beta等于7吗 放进来 2加7加1等于10 少点 ok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答案了 然后还有alpha分之1加beta分之1 怎样做呢 啊 我的 我就通分了 通分的话呢 alpha跟beta相乘 放在分母 beta乘上来 alpha乘上来 beta加alpha 是不是alpha加beta 一样吗 对不对7放过来 alpha beta就是等于2吗 放过来2分之7加点 ok不会太难了 然后呢 呃 这一边比较难的来了啊 alpha-beta的完全平方等于多少 那我们就用方程式去展开它 我们有完全平方公式 alpha-beta的完全平方等于前平方加 哎 前平方解两个前真后加后平方 但是它是先做前平方加后平方 来 它先这样子写 然后 -2alpha alpha alpha alpha平方加beta平方怎样变呢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公式 ok 这里它有叫叫你注意 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等于alpha平方加2alpha beta加beta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拉过去对面 我们就得到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2alpha beta 就会等于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所以这个也是当作是一个公式记起来 ok 在这一张呢 这一个部分呢 是常常用这个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你直接可以把它设成alpha加beta 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2alpha beta 可以啊 所以呢 我把这个换成这个之后 这里有-2alpha 这里又-2alpha 是不是变成-4alpha 好 这个你注意哈 我们把这个写过来 你就可以看到出来了 -2alpha 不够研票就会变成-4alpha beta alpha加beta是什么 同检 respondents 放进来 要发别大年多等于2吗 放进来 7,7,49,428 49.8得到41 啊就这样子啊 ok 啊很简单 我们再看一下啊 像这个时候的如果我要找 alpha-data 是不是在这一边把帧号放过去啊 啊所以如果你要找 如果你要找 老实讲呢 如果那个题目要找 alpha-data 你就要想到我可以 先去找alpha-data的完全平方再开一个根号 但是你在开根号的时候呢 我看一下 在开根号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 它会有加减 像我是要加还是减 我就要看alpha比较大还是beta比较大咯 对不对 如果alpha比较大我减出来应该是正的嘛 啊beta比较大就会是 负的嘛 啊所以在这边他有告诉你了 alpha其实是比beta来的 小的 所以alpha-beta应该是小于0的 所以在这边我就要补一个负 才开根号 负 跟号 负 所以这一句啊 你看啊 很简单的两句话 啊 这个是题目里面写的 然后这个拉过来你就会看到alpha-data应该要小于0 对吗 alpha-beta 这个beta拉过来 他要小于0 也就是说我要拿到负值啦 负值的话就是说我开根号的时候 正负我要拿负的那个 所以是负根号41 这个根号41哪里来就是上面的这一句 因为G小提来的 G小提这边加一个帧号给他 只是正负里面我们就要判断他是正还是负 在这边我们判断他是正还是负 哎呀理解啊 啊 然后呢 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 这个简单啦 我们就套回这个公式完了嘛 对不对 然后套了之后 7平方减224 啊 7749 49-4 得到4 就这样这个很简单 这个题目的顺序有点搞笑啦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会把这个呢放上去一点 啊 要放上去一点这个应该先解 啊 这句话就比较好解释了 对不对 啊 还有这一题呢 啊这题讲错 我自己看起来好像有不早 啊 通分啦 通分 alpha乘beta拉 然后这个alpha乘上来拉 这个beta乘上去拉 然后展开他拉 alpha乘进去 alpha beta-alpha 这个2beta beta-beta 然后呢上面你会看到2如果抽出来的话就是2乘alpha加beta 这两个的话呢就是alpha加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然后因为这个我已经上面算了45啊 所以我可以偷用这个 不然的话呢你就要用这个公式再带我带进去的 ok 啊如果你没有 没有这个小级你就要把这整个也带进去这一边啊 既然这个算了等于45我们就放45 这个等于7这个等于2 哎 7 2的4 14-45得到-3的1 然后 分5是2 有没有问题 我喝杯水 我喝杯水 好那随堂练习8 那一共3题 由我来解 ok 好 好我们看一下题目哈 啊这边有 我们的方程是2lx平方-4x-3 等于0 有两个根alpha是大于beta的 然后我们就要算以下个项 哎算以下个项 a 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b 是alpha除以beta加beta除以alpha c 是alpha减beta就完全平方 再来 b 是alpha减beta e 是alpha平方减beta平方 啊再来 再来f 就是alpha的四次方减beta的四次方 alright so这题啊我们看一下啊 那首先我们先一定的先做的 就是alpha加beta 我们先判断等于多少 -b b 负负责 除以a 4除以2 就会等于2 alpha beta 就会等于b c除以a 就是负3除以2 好 输负搞定 啊然后呢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啊熟悉公司你就会记得 他是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 比方简局 你知道他展开会有2alpha 前平方加两个前方后加后平方 所以他是有加2alpha 所以自然的你就要把这个减掉他就可以 啊所以其实这个公司不难被议的 然后把2放进来 啊那把这个 放进来 这个就会得到是这个负负责 22就可以越掉 所以是加3 啊就会等到7 没问题 可以啊 那我们再看看b 像哦 b像这题应该不难吧 啊我们通分他 我这个乘过来alpha平方 这个乘过去beta平方 后母就会有alpha beta 啊alpha平方加beta平方等于都好等于7啊 放进来啊 哎 都懒了 ok 然后呢 alpha beta呢是等于-3 除以2 所以我们内向相成为分母 外向相成为分子 这个是方分数的一个解 解法 就会得到-14除以3 ok 可以啊我的口诀是这样的如果我有a b b b的话 内向相成为分母 bc在下面 外向相成为分子 ab在上面啊这个是最快的一个处理方法 所以在这边7的话呢就是我当他7分子1 1乘3等于分母 7乘2等于分子 然后这个负就写前面 ok啊 这是 啊初中的部分啊 那个 方分数的解 然后第1的部分 我们就有alpha-beta的完全平方 啊 这边呢就可以得到alpha平方 - 加beta平方-2alpha-beta了是不是 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呃我可以直接把7放进来了没关系 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放过来 2分之3 我就会得到了这个是7 1加负负责证吗 22就月掉了加3 所以换句话呢这里就得到10的 ok 再来没问题啊 在东西呢 alpha-beta会是多少 那我们在这边呢其实有给你alpha 这一回alpha是大于beta的 ok 这一回呢 那就是alpha 大于beta 也就是我的alpha-beta 就会大于0 换句话呢我的alpha-beta呢就会是等于 正的啦 你解到正值 所以在这边根号拉过去呢应该是正负根号 10 啊我就拿正的那个了啊所以是根号 ok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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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解 alpha平方-beta平方 啊 这其实很难解哦 如果我们加的话呢我们就讲说可以用这个方式的去解出来 减的话怎么办 啊减的话很复杂哦 我可以用因素分解的方式 把这个算出来 这么巧 我的alpha-beta 之前有算啊 啊 所以呢 就变成了哦alpha加beta 啊 alpha alpha加beta是什么 alpha加beta是2 我就放进来 这个就会根号10 好挺哦 ok 好 f呢 这个时候到f啊 啊四字方跟四字方啊 ok 说这个时候呢你就也要想到哦 既然二字方我可以这样子来猜 啊四字方呢也可以啊这样子来猜啊 现在 前加后 前前前后 ok 这一回前平方加 alpha平方加比大平方是等于7的 好我的东西去啊 ok 所以我刚才呢啊这边是7的 alpha 这个呢这个在这里算到是2根号10 724所以它是14根号10 啊这样子吧点完了apcdef 哎立个小题 就这样子 算了 ok 好像很简单的吗 呃第二题 啊若方程是x 平方 我踩一下 ok x平方 -mx 加15 等于0 ok 两根字和 哎等一下 两根字差的平方为4 两分 你还在听过啊 两根字差 就是alpha点beta 完全平方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 哦因为他平方在后面他不是讲说 两根的平方差 啊如果是两根的平方差就是alpha平方点beta平方 但是他是两根字差 的平方 就是alpha点beta 然后再打平方 啊等于是 这样我要求m了 这在这 这集有 有特别吼 哦有特别啊 想做呢 我们知道这里我猜出来了哎 这边我知道的是alpha加beta 就等于m啊 对不对前啊 两根字和啊 两根字 就会是等于15啊 对啊 ok 然后 我们要讲说 我展开他 前平方 加点 加后平方 -2alpha 就等于4 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得到2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 再-2alpha 所以是-4alpha 这个课本上也是这样子写的哈 然后m放进来m平方 -4乘15 得到4 4乘15 得到 4-5-20 4-5-6-60 所以拉过去我是加60 60加4就是等于64 我的m呢 就会等于开根号升负 8-8-60 所以是升负法 升负法 就是这样 啊 没问题 好 那第3题 这三题 超一张的节目 啊 来 x平方-x除以k a 加3 等于0 要等于0 然后 两根的平方和 看到吗 刚才我讲了如果你是平方在前面 两根的平方 然后x 就会是alpha平方 -beta平方 这一边的话呢 他就讲说平方和 意思说alpha平方加beta平方啊 ok 就会等于3 那请问k是多少 应该是吧 好 那同理我们先找一下alpha加beta会是多少 -b除以a 在这一边他的b的 技术啊不要看错啊基本上就是k分之一 因为他要打哪 -b嘛 所以就是负负得胜了 所以是胜的 k分之一 那alpha乘beta 就会得到3 ok alpha alpha平方加beta平方等于多少 他是等于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 -2alpha 这个要背起来的咯 好 再缴那个数字的那个部分 然后再把这个放进来 k平方 我可以把那个平方放进来啦 啊然后呢 再来这个是乘3的 ok 326 翻过去变加 6加3 得到9 ok 那这个调位啦因为这个 拉上去是乘法这个9拉下来是乘法 换句话的k平方其实是等于9分之一 好 开根号我就会得到正负3分之一 k是等于正负3分之一 来就这样啦我们的随常定期 58 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题目 我看一下答案 来 我去哪里的翻天赛 好第1题A是7没错 啊 B是负3分之14也没有错 C是10也没有错 D是根号10也没有错 D是2根号10也没有错 S是14根号10 ok 再来第2题呢 升负8 第3题 升负3分之一 到底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接下去的部分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 例题6的部分 我们的解决是负8 3 啊如果我想说哦我有两个根那个两个根是负8跟3 请问这个 1元24 方程式是多 怎样的 啊 所以我们知道呢 我们讲说 这个方程式原本呢是ax平方 加bx加 加c的 啊所以我把每个除以2的话呢 除以a我就会等到这样 然后呢我就讲说他其实如果用alpha跟beta的一个方式来做的话呢 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嘛 alpha加beta是在中间啊 啊后面是alpha乘beta嘛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呢 我只要把两根之盒放在 再補一个负给他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再把两根之盒 啊放在后面的这个位置 至于这个a到底是多少我们就看这两个是不是有分数有分数我就每一相乘那个分数让他变得没有分数 就会有a的 啊基本上就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求两根之盒等一个少 两个将加得到-5 哎 啊他做法有点不一样了啊 我的做法是两根之盒 我算是来等于-5 ok 然后两根之监 我乘起来等于-24 啊-5 这是-24啊 然后呢我就直接的把两根之盒放在这个位置补一个负所以是加5 然后把这个两根之盒直接补在这个位置就-24 啊等于零 所以这个就会是你的方向式 大家解释 跟我比较不一样一点啦一点点吧 ok 然后我们的做法其实是直接找两分之盒 啊然后丢在这个位置 再找两根之盒再丢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ok 那我来看一下还有怎样的一元提醒 一提醒 方程式2x平方-5x -7 等于零两个根为Alpha和Beta 求以下各式的两根 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ok 所以意思是说呢我们在这里知道说L两根之盒啦Alpha加Beta 呢会等于5除以2 因为负负责 Alpha乘Beta呢就会是等于负7除以2 当然如果我新的这两个根呢 这个是有点复杂的地方就是很多学生 会混淆 会混淆这个是原式的两根之盒跟两根之盒 这个是新的式的两根之盒 就会变成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啊然后呢两根之盒就会是Alpha平方 Beta平方 相称 也就是说Alpha Beta呢都完全平方 这样子来做 所以也就是说每一项呢你叫做两个相加会是什么 两个相减会是什么 我来看一下 啊所以首先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跟我一样啦 解成2分之5 Alpha加Beta 4等于2分之5 Alpha乘Beta4等于负2分之5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找了这两个相加会是多少 啊这个的话会随于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 -2AlphaBeta 对不对啊刚才的上面的方程式 然后把这个2分之5放在进来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这个-2分之7放进来这个位置 -2会得真 -2会跃掉所以剩下7 这个会剩下这个会剩下的 224 5525 啊其实是20 4分之25加7这个有点难算啊 7是28 对啊 -4分之2828加25就会是等于 -38 -53 ok 这个剩下你就会得到4分之28 25加25等于50吗 所以这里还要多3 所以是53 这样子来看 ok 然后还有的就是两个相乘啦Alpha平方乘Beta平方 我们就把这个平方抽出来 我就会得到Alpha Beta的完全平方 -4就会得真 22就变477就会是7749 然后把这个 放在 中间的位置 -1个副 再把这个放在最尾的位置 然后因为每一个都有 4分之1 这个分母有4 我乘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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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A就会是4了 啊 这样子来做 可以啦 这种提醒呢是相当点型的啊 那 其余的也是一样多 我们先看两个相加会是什么 两个相加 通分 Alpha乘Beta Alpha乘上去 Beta乘上去 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那在这边Alpha平方加Beta平方呢 我们偷用上面的解 因为我会算到是 4分之53 啊我们也不要重装了 4分之53放这里 OK 这个是分母的 啊分母的 我把它拉上去 变成的话呢 分子分母就会倒转 取导数 所以变成7分子2 OK 这个其实它动了一些手脚了 这个2 4可以越减 7 2可是 分子还是53 OK 是有的 再来两个相乘 你就会发现到A 然后 越掉 啊 Beta也越掉 这个等于1 这个完全不用算的 完全不用算 所以呢 再把它放进来中间这个位置 补一个负 然后再把1放在这个位置 再来我们就每个乘14 啊 这里负负就会得胜 14x平方加53 x加加14 OK 完成 就这样子 啊再来看c的啊 c的是alpha加beta分子1 还有beta加alpha分子1 这个有点溜浪一点啦 不过其实还好的 alpha加beta 写一起 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通分加就会得到这个 哎这个有没有算过啊 呃这个部分好像没有算过 OK所以呢 当然alpha加beta 我们有拉2分之5 alpha乘beta 我们有拉是 负2分之7 但是你把这个分母拉上去 他就会取倒数 所以是7分之2 所以2跟2越减 啊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7 我们就要通分啦 这个就会得到 7分之75 35 后面就要乘2啦 就会得到 14分之10 减出来 就会是25嘛 好 14分之25 将层呢 将层又复杂了 我看一下 这个层这个alpha beta 这个层这个 得到1 这个层这个也得到1 所以为什么加起来是2 好 再来这个层这个 就会得到alpha beta分之1 alpha beta是等于负2分之7 alpha beta分之1 就会取倒数得到负7分之2 OK 然后当然接下去讲算的 你可以按计算机的 当然你用手算也是可以 来用手算啦 这个乘7乘7 724 749 再来这个乘7乘7 这个乘14啊 乘14 像这个是28 再来这个乘2啊 就得到4 OK 所以28.4 我就会得到24 24.49 我就会得到 负 这个5 就减这个2 负 25分 所以 负25 除以14 OK 这个 这个两根之核 放在中间 补一个负 补一个负 这个 放在最后面 啊 然后乘14乘14乘14 所以得到14x0 减25 减25x0 这个减25 可以 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可以啊 所以这些就是 他的这个课本的 练习啦 提提 1-4 啊回去做完哈 然后 总复提提 也是做完哈 啊 对啊 啊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章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会 讲解 等等 我还要讲解这个练习 随堂练习9 OK 然后呢 我就要 我就会讲解这个 这个叫什么 啊 高速的部分 OK 我先准备一下啊 哦 哦 我先准备一下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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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我们先解这个随堂天气酒啊 看一下啊 Clear 来 2x 平方-8x 加3 2x2 所以首先我们先要这样看 看我们就想说哦 我们先找α加β是多少咯 -b 除以a吗 8除以2得到4哦 αβ就会使得到3除以2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新的这个 两根支盒呢 就会是α平方加β平方 好这个的话就会得到α加β的完全平方 -2αβ 然后我们再带进来 啊这个是4平方-2 2乘2分之3 2月掉是416-3得到13 没问题 不会太快 不会啊 α平方乘β平方 这个很简单 就会是αβ的完全平方 在这边呢就是2分之3的完全平方 我就会得到339-224 OK 然后呢这个这个方程式是什么 我们就把x平方-2 中间是两根支盒就是13x 后面就是两根支盒 4分之9 然后我再乘4啦 所以走到4x平方 432-415-5-2 OK 加x乘9 所以就这样 等下我们会讨论 我们会看下后面的答案 对不对 我们再先做第二题 第二题 啊他讲3x平方-9x-5 等于0 2个根的导数为2根 意思是说我的新的那个呢 会是α分之1 跟β分之1 明白啊 明白啊 所以有时候他会用华文字 来形容整个情况 所以你自己要懂 呃 导数叫reciprocal 所以有如果用英文的话 他会用reciprocal来形容 平方是square啦 这个很简单 OK 所以首先我们先要看 原式里面α加β 会是多少 负b9除以3 9除以3可以越减 成乎得到3 然后α乘β呢 就会是等于负5除以3 OK 这个完成了 我们就要找一下 新的两根字盒 会等于多少 空分得到β加α β加α等于3 α乘β等于负5分之3 那这个的话两根 呃内向相成微分母 外向相成微分子啊 应该是3跟3是相成的 很多学生这个情况 他就把3跟3越点的 他们看到可以越就很开心 越越的 不是的啊 我们要看清楚一点 这个是相成还是相乎啊 这个要看清楚啊 这个是5乘1 得到分母 3乘3得到分子 所以是5分之9来的 OK 不要乱乱乱来 再来呢就是两个导数相成 我们就得到αβ分之1 αβ 就是负5分之3 现在这个取导数应该就是负 哎负3分之5 这个应该就是负3分之5 呃 导数就是负5分之3 最后我们把它写成放成是x平方 两根之和补一个负 你看就负负得成5分之9x OK 这个就是负5分之3 然后我们乘5 就得到5x平方 加9x-3 乘以0 就这样吗 可以理解啊 所以刚刚做的时候呢 你们可能还不习惯了 这个真的是讲习惯了 然后做这个习惯了 不明白就再参考回我的那个讲解 参考课本 第1集 4x 轻方-52x 加9等于0 对啦 对啦应该是 然后下面那个 5x 轻方加9x 减3 5x 轻方加9x 减3等于0 一样啦 OK 没问题 OK 好那就结束了课本的部分 我们就进入这个 这一份啊我给你的例件啊 前面是数学后面是高速 数学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啦 这个是数学 然后会有数学的答案 答案 答案 然后这个是高速 OK 高速只有上面 所以我 我看一下啦啊如果高速 做完了没有问题 那我就可能再去考虑一下 数学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打算 我就打算说 结束掉这张 下个礼拜 我们休息因为是农丽青年 然后再多一个礼拜我们就会进入多项事吧 多项事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X 轴次曲线 好 blablabla的切线 这样m是等于多少 这一题其实呢 你就要知道 他其实在画图的时候啊 他如果他是讲说 这个x轴是他的切线 意思是说他们 touch到只有一个点 touch到一个点的话呢 意思是说 x轴是y等于0 就是说如果我把他弄 y4成0的话 他们会touch到一个点 也就是说呢 touch到一个点呢 就是两个根重叠 我们讲两个相同时根 换句话啊 我可以把它变成 1.m的x平方 加8x加3等于0的时候 我的b平方减4也计会等于0 OK 因为他是x都是他的切线 所以他其实你会看到 我们先上了之后 我上了这一课之后呢 其实他有时候呢 他会把它配合在这个 作标图的时候的意思 OK 这个是你们要懂的啦 b平方 b平方是8的平方 8x64 减去4 a这个是有点复杂 1-m 7是3 OK 这个会等于0 所以我们解出来的话呢 432 12再乘进去的话 我就会得到64 减12 加12m 等于0 然后这个会得到52 拉过去的话就是负52 负52除以 等等吧 没弄错 b平方 b平方 减4 a b 没有错 12除过去嘞 嗯 整除吗 然后这个整除啊 我除以6 不行啦 除以2 除以2 224 622 再除以2 13 哦 所以是13 m是等于 呃 有负啊 有负啊 负13除以3 但是A 当然在这边要注意的是M 啊 因为这里的系数啊 我们会不可以等于0的 这个我之前有有在三的提醒 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呢 啊 很多人会忘记去验算 当然在这边是等于E啦 就是M不可以等于E 所以这里都没有E的选项 这样就不用担心啊 但是这个是要每次注意的啊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A 没问题 第二题 几支二次函数 呃 3x 平方点 在x 中有焦点 在x 中没有焦点 在x 中没有焦点 如果它等于0的话 没有焦点 只有一个情形啊 就是说他的这个B平方减四的 是焦于0的 50根的情形 OK 所以你们要记得啦 他们哪一个case啊 会是怎样的 啊 这个是没有焦 跟x都没有焦点的情形 我们就拿B平方 B是这里啦 啊 平方这个负负 负就会去掉 6636 k 加1的完全平方 等下我们再展开 啊 减4 A A是3哦 啊 A是3 这样我直接沉进去了啊 432 啊 C是k 加5 这个情形要小于0啊 OK 啊 要小于0 所以这个要展开啊 36 k 平方 加2k 加1 然后这个是12k 减60 再来是36k 平方 加上72k 再加36 减12k 减60 呃 这个应该是 你们目前阶段 应该是解剖到嘛 OK 我等下再解释啊 这个72减 这个12应该是60哦 这个6 负60 加36 应该会得到 6 结为123 254 好像是负的 然后可以除以多少 除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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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得到3k 平方 加5k 减2 这一题要怎样做呢 要因事生减 目前来讲啊 你 你给我讲一下啊 我高二的学生刚刚上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高二的阶段来了 学不等次 才会教 不等次 如果是一次方的话呢 你们应该会解啦 这是初中的阶段 但是平方的话呢 你要怎样做呢 你要因事生减 OK 326 然后减1 对吗 所以就是3k 减1 然后 k加2 小于0 0 小于0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意思是说 我的k 我这个呢 如果等于0的话呢 一个就会是 负2 一个就会是1 3 然后呢 你从右边开始 这一阶段是正的 这一阶段是负的 这一阶段是正的 然后小于0的话 我们就要拿负的 然后他因为没有等于这一边 就空性元 OK 所以这个二次方的应该是 还没有还没有学啦 不过我先告诉你 这个解 解应该是怎样 所以正确 这一期的答案应该是A OK 所以正确到这一边 1元2次的不整次 应该是在高二的时候 我们才会再讲解 这样子 好 那第一题 大家还有多少题啊 嗯 我们三面嘛 嗯 时间 哦 通常做答题我就不做啦 我就做选择题 哦 没关系 如果时间足够我就做一下 OK 好 这一题 我们看一下 我用白板了 这个 这个PDF 他 写字好像是不是很顺 他会卡一下卡一下 OK 我会写在这一边就比较容易 k x平方 加6x 加k 等于0 啊 有两个十根 有两个十根 这个情形是什么啊 有两个十根啊 你就要讲说他的b平方-4ac呢 呃就会是大于0哦 对 然后b平方是6的平方 减去4乘k乘k也是k 啊 6636-4k平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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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除以4嘛 就会得到9啊 啊 然后 我们 乘一个负 我会把它变成 k平方-9 我就会得到小于 这样我就会因此分解 就会得到k加3k-3 啊 啊 那这一种情形呢 也是一样 像刚才的 我们就哦 啊 这个会是3 这个会是负3 然后从这里正负正 然后负的我就取中间 ok 这样子 啊 这一集还有一个陷阱哦 为什么 k不能等于0 对吧 k不能等于0 所以这个第一步啊 必须要记得的 一看就要记得k不能等于0 这这题其实是有陷阱的 k的值呢 是在3到-3之间 还有的就是k不能等于0 ok 也不能等于0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啊 常常出的心情 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做到 有时候那个答案没有 给的时候呢 他自己也忽略 有忽略到吗 没有 啊 这个出题老师是非常清晰的 UEC的 我们不会出这些错误的 ok 喂 有等于没有等于 这个应该没有等于吧 他要两个10个呢 有两个10个呢 这个还是有点有争议啦 啊 因为你有两个10根 到底是两个相同10根 还是相亦10根 到底可以等于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是 最最好不要这样子写 因为两个10根我 我会觉得是两个相亦10根 啊 当然如果你讲说 有10根 这样子就不用 不用烦 所以这题其实是有少少的争议啦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你写 你是没有等于的 我觉得可以 可以解释到啦 你可以解释给他 因为你两个 10根 应该就是相亦10根啦 所以我 不可以 啊 我就把这个等于给去掉 ok 都这题 啊 问题问到不是很好 ok 没关系 最新的应该不会出这样子的问题啦 这个有点 年代其实算是久远 好 第二题 就判别他的根的性质啊 这个是真的是 宋整体的 呀 宋整体啊 啊 4x平方 -12x 加1 等于0 我们就看他的b平方-4ac等于多少 b平方-12的完全平方 减去4a是4c1 1 ok 12平方等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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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减出来是130 所以128 这样 ok 这个很明显大于0啦 大于0你就写两个相亦10根 ok 两个相亦10根 有两个相亦10根 高点 啊 就这样 ok 对不起 第三题 解出一个两次方程式 这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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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的啦 啊 因为这个不可以等于0 像 啊 p加q呢 就不会等于1的 试判别他的这个根的性质 ok 一样的提醒 一样的问题 只是 他这里是 满满的位置处 对吧 这里满满的位置处 啊 都 你会看到如果他是放了位置处呢 就真的是难度大大提高 啊 x平方 加2px 加p-q 加1 乘于0 ok 所以我们要判别 判判断呢 我们就算他b平方-4ac 呃b平方等于2p 啊 -4 a 是p 加q-1 b 是p-q 加1 这两个怎样相成呢 哇 这两个怎样相成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子 这个是前 p-q是前 后面1是后 这一边就会有前减后呃 前减后呈前减后呈前加后 对吧 啊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变成224p平方 然后 后面的这个 我就会得到 p-q的平方-1 再加后平方 再加后平方 1的平方 这边我只需要把它再展开 prosecutors 就可以了 前平方-2前呈后 opq 再加后平方 q平方 再减1 然后这个4呢 再放进去 4p平方 先减变加 再减 再减4Q平方 再减1 不是减1 这个4要乘进去啊 再加4 4平方跟这个 减4P平方可以越减 然后在这边呢 你可以抽一个4出来吧 好 你让我再看一下 1加2PQ 那减这个Q平方 然后怎样判断呢 啊 这应该有点复杂了 他有给我一个 一个 规定的就是P加Q 不等于1的 有用吗 有用吗 我写错东西吗 我又写错 写错了 不好意思 难怪做不错 难怪做不错 写错哪里 这边是减的 这边应该是加的 啊 是A7 这个是加的 OK 那怎样办呢 如果这里是加的话 好像比方复杂一点 呃 你可以 这样子呢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 这边是加的话呢 没办法呢 你就要把这个P当做是钱 你就要把Q-1 当做是后 然后呢 这边呢 你把这个负抽出来呢 他其实是 减去Q-1的 OK 把这个负也抽出来 所以啊 Q-1 就会是后 Q-1 会是后 P就会是钱 OK 我们再展开一下 这一题正确应该是这样子展开 不保留 那这边是钱平方 点去后平方 Q-1的完全平方 这样子 然后呢 4P平方 点 点 这个4P放进去吧 这个再沉进去就加4了 加4 这个就不要展开他 啊 为什么 我们这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到这个是4Q-1的完全平方 那知道的是Q-1呢 因为他是完全平方 这个完全平方 那么值他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啊 这个Q平方的值一定是大于等于0 所以呢 这边我们只能确认的是 啊 他是 他还有另外吗 除非他讲Q Q不等于1 如果他有给我Q不等于1的话呢 他只是讲P加Q不等于1 他是把这个确认不等于1罢了 他没有给我Q也不等于1 如果他给你Q也不等于1 这样很确定的是两个详细10根 在这边呢 我们只能确认他是大于等于0 所以他是 啊 是有10根的 有10根的 OK 我们只能确认他是有10根 这样子 可以吗 啊 不容易哦 哈哈 这个其实在后面我们还还会在交 在后面呢 啊 我们会学不准事啊 啊 会学这个 啊 这种证明的啊 就会有在学这个东西 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题 这个的根为10根 K可以取的值 会在哪里 OK 那这个很明显 我们的 有10根罢了 啊 有10根 所以我们 只能说 B平方减4AC啊 是大于等于0的 OK K平方减5 等于0 那在这边 我们就知道B平方减4AC 会大于等于0 B平方 K加1的完全平方 减4A是1 C是K平方减5 大于等于0 然后再来我们展开啦 啊 K平方加2K加1 那这个数字沉进去 就数字K平方 呃 四三十二 哎 五四二十 大于等于0 这一个相减 -3K平方 2K 加21 那我们不喜欢前面有负的啊 我们乘一个负 这个乘一个负呢 要注意的就是它的符号必须要倒转 OK 那符号一倒转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的就是339 7 9 6 这个是92 339 -9 加7 等于-2 所以呢 3K呢 就会加7 K呢 就会减3 OK 小于等于0 第一个解是3 第二个解是-3分之7 3 3 这个有等于 所以图黑 图黑 图黑 小于0是要拿负的 所以我的解呢 我就这样子写 3分之7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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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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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另外一个根的平方 哦,ok 没有位了,我就在这边写了 ok,so 意思是说 我的8x 平方-6x -a-3 等于0的话 我的alpha 另外一个就是平方,所以是alpha平方 啊,换句话呢,我就讲说哦,两个字合的话呢 就是alpha平方加alpha 啊,会等于-b 除以a 就会是 6除以8,可以越减就是3除以4 啊,3除以4 呃,这边可以找到这个alpha吗 这个应该可以找到alpha 我们可以乘次了,4alpha平方加4alpha 这个3拉过来减 然后,呃,因此分解了 对啊,因此分解 326-2 -2 -2 啊,所以是2alpha-1 2alpha加3 可以吗 啊,所以我为什么讲,呃,这个因此分解 哈 这因此分解是首选的啊,因为它可以 如果会做的话呢,是最快的一个解法 啊,另外一个alpha是等于-2分之3 啊,所以alpha有可能有两个词哦 嗯,OK,所以alpha 两根诗器就是alpha乘alpha平方 就会是等于我们的-a-3除以8 啊,也就是说alpha立方 会等于-a-3除以8 啊,那alpha立方我们先算一下,这个取立方应该是8分之1 这个取立方应该是-27除以8 啊,所以我们先解1分之1的那一个 我们知道-a-3等于1的话 我们的a就应该是等于-4 然后-4得证是-2 啊,对,OK 那如果al-27over8 8可以月掉,负可以月掉,27是等于a加3 a就会是等于24 啊,这样子 OK,所以有两个解啦 啊,有两个解,a可以是等于-4 a也可以等于24 所以答案是东西 啊 啊,有没有问题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若方程是3x平方加bx加5 这两根的核等于它的两根的数 加2倍,Oh my god 两根的核等于它的两根的数 A的两倍 两根的核等于它的两根数字的两倍 哦,还好吧 所以在这边我们用-b除以a来放的话呢 呃,我就会得到-b除以3 会等于 2 乘上5除以3 哎,3跟3可以月掉吗 520这个负拉过去呢 我就会得到b是等于-10的 当然是东西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啊 哦 我为什么应该这里 如果从左的,从右做到左了 不好意思 OK 就这里当然是东西 好,接下去了 alpha跟beta是x x平方-2x-1 这两个根 请问 请问x粒方 加alpha粒方加beta粒方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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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吗 我们刚才的练习题里面啊 练习练来练续 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现在出到更狠了啊 对不对 x平方-2x-1 就等于0 他要找alpha粒方加beta粒方 是吗 ok 所以在这边 我们先讲说 哦 两根字和 等于-b 去A 等于2 两根字其 最等于-1 没问题 那我们的这一个题目 我们可以 rasp 把它音试分解 这个的音试分解你们会吗 在 在初中有一些学校会读 很像中华是有读 昆诚我不懂有没有读 好像有 好像有这个方程词 所以这个如果有读到你就幸运了 没有读到就可惜了 所以他的方程词是这样子的 啊我先解他方程词啊 他是 A 前立方减后立方 还有前立方加后立方 都可以进行音试分解 如果是减的他就变成减的 如果加的他就变成假的 后面就会有前平方 前程后 加后平方 这里减的这里就加 这里加的这里就减 ok 很好玩的 然后所以他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可以把它音试分解 变成α加β 加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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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好 然后 然后 我们知道α 加α 加α 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α加β的完全平方 就是减2α 嘛 对不对 说减2再减1就只得到减3了 然后 我的α加β是等于2吗 啊 2平方吗 减3乘-1吗 到底 负负责 所以得到2乘224加3的啊 4加3等于724 最低答案是4次 应该统计统计A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不对 统计统计A对了 ok 好 继续做哦 应该可以做得完啦 9题 9题应该可以做得完 那个问答题的部分可能未必啦 ok 尽快的哦 尽快做 好 那第四题 4x 平方减8x 加7等于0 两个根是α加β 然后 然后这个东西请你找k是多少 so let's clear一下 题目 呃 4x 平方减8x 加7 等于 等于0 现在他讲k over alpha 加k a over beta 等于16 over 7 这样子 所以明显呢我们知道alpha加β是多少 得到负b b除以a 8除以4 得到2 我跟负也有去掉 alpha乘β等于c 除以a 所以是7除以4 那这边 那这边怎样呢 这边我们把k抽出来的话 我就会有alpha加b alpha分之1加β分之1 alpha分之1加β分之1如果你通分的话呢 如果你还记得啦 他其实是alpha乘β 然后beta过来alpha过来是beta加α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alpha加β ok 然后 再来我们就把2放进来 7分之4放进来 ok 还有 呃内向相成为数目 外向相成为分子 428分之7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7跟7可以越减8跟6可以越减 所以k就会等于2 好点 会不会太快 不会太快啊 ok ok 再来第5题 alpha及beta分之1 beta beta lx 平方加α x 9 x 加2 alpha 4 等于0 这两个根 beta不等于0 所以beta不等于0 它是要 确保呢 x平方前面的 不等于 x平方的係数不等于0 啊 啊 这有点复杂 有时候我们的题目看起来很复杂不懂无从下手 啊 但是你可以照样理啊 不用理他啊 就理他这样做 反正到做我们有方程是 呃有什么方程是我们照样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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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他就可以了啊 ok 不要想太多 有时候不要讲 想啊 会做 不想反正会做 alpha跟beta分之1 对吧 ok 我看下 哎我还有15根肉脉 好 哎好 那我们这里可以把它先变成xl beta beta x平方 然后x可以抽抽抽出来哦 我就应该这样子写比较容易看啊 所以他的b是这个alpha加啊 9来的 alpha-9 再来我的c呢 2alpha-4 我们可以造型 好 那我的两根之核 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b 我可以把它变成9-alpha 乘数的话呢 就是alpha beta 前跟后呢倒转除以beta 然后我们的两根之核呢 应该就是alpha乘beta分之1 就是alpha除以beta了 就会等于-c除以a 在这边我可以看到beta可以跃掉吗 对不对 这个alpha拉过去减好像就得到alpha 这个拉过去呢 啊 alpha等于4 啊 alpha等于4啊 这个很简单的 哦 所以如果alpha等于4啊之后呢 我拉回进来的话 9点4 9点4就得到5啊 好 这个拉过去减的话呢beta分之5 减去beta分之1 就会是等于beta分之4啊 等于4 这个可以跃掉了 就会得到了beta等于1 来的 beta等于1 啊 早点 alpha等于4beta等于1 所以alpha等于4beta等于1 两个加起来 哎哎哎 等于4跟1 4加1等于5啊 啊 所以答案是比 可以吗 啊 就这样子啊 哎 等于5 等于这个5啊 ok 好 再来 啊 也是一样的提醒 所以你会看到他变化哦 哎 不简单哦 他可以变化变到很奇怪怪的 不就像我们的课本这样子的 你鼓鼓这样哦 所以你会看到哎 这又来了啊 啊 啊 跟到 alpha加跟到beta oh my god 哈哈 这个怎样啊 哎呦 啊 我看一下啊 意思是说我可以找到 alpha加beta 两根字 所以是等于10 alpha乘beta是等于4 所以我要找这个东西 找不到哎 哦 不过不要紧 有时候就这样子啊 你找不到你这样 我先找他的平方啊 有时候找他的平方还容易 哇 找到了啊 前平方 alpha 加两个前称后 对吗 alpha乘根号beta 你可以把它 根号放在一起 然后beta平方beta 所以我是不是有alpha加beta 我还有这个alpha乘beta 哎 我就可以放进去了 这个10 啊 这个是2乘这个根号 4的话呢 根号4 根号4是2 224 啊 10加4就等于14 所以接下去呢 根号alpha加根号beta 相信应该都是两个正值来的嘛 啊 两个正值加起来应该也是正值 所以也就是说开根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选正的那个 所以他是等于根号14 有创意哦 他其实他的做法跟那个alpha-beta很相似 alpha-beta 我们有个人讲哎呀好像做不到 啊 加了平方就做到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要找alpha-beta 我要拿他的平方 然后再取一个根号 所以同理啊 同理我们要找这个alpha 根号alpha加r根号beta 我们也可以找他的平方点 然后再开一个根号 ok 第七题 这个跟两个根 ok 啊 这一题 他讲 a平方 x平方 x平方 加ax 然后这个1 我要拉过来的 我就全部要放同一边的 不然的话呢 你你会弄错的啊 然后 也就是说我的alpha-beta呢 会是等于-b 就是-a除以a平方 月减就会得到a分之1 alpha-beta呢 就是c除以a 啊那在这边是好像是-1除以a平方 啊 这个是没有个月的 好 接下去呢 他要找alpha-b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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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呢 这个就是我们alpha-b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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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架-be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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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平方分次2 也就是说加起来是a 平方分次3 啊 2 加 1 等于3 a 平方分次3 当然是1 会不会太快 不会啊 啊应该不会啊 OK啊 我再看一下第八题 啊若 x 方加 a x 加 b 等于0的话 这一根是另外一个根的两倍 所以我们假设一个是alpha 一个是alpha 平方 OK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这样一个手法 OK 他给我的方程数是x 平方 加 a x 加 b 等于0 是吗应该是这样 OK 然后两根字和就是alpha 平方加alpha 会等于-a alpha 乘 alpha平方 就会等于b 你会想这样啊 你会想这样啊 所以他要找 他要找 意思说这里是alpha 立方是等于b的啦 所以他要找a跟b之间的关系啊 哪里给我这样叫啊 a平方啊 a平方 如果如果要找 如果我拿a平方会怎样 好像有关系啊 我看错了 sorry 一个根是另外一个根的两倍不是平方 啊 糊里糊涂 所以意思是说这个是2alpha 啊 这个是 2alpha OK 所以也就是说 等下你看看我啦 2alpha加 alpha会是等于-a 所以这里说出来应该是3alpha 等于-a的对吧 alpha就会等于-a除以3 再来一个就是两根支器 两根支器的就是这个 2alpha乘alpha 就会等于b的 也就是说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它是2alpha平方 就会等于b 我再把这个alpha 放进来的话 啊 就a除以3的完全平方 等于b了 然后 呃加完全平方的复数就会得胜了 然后33就会得到9 a就会得到a平方 这个 这个a的脚有点长 呃有时候你 也是要注意啦 我这还很记得这个是a 啊有些学生很好笑的 他自己自己聊的太吵了 如果这个a他就当作是9 自己自己用9这样子计算下去 OK所以不要被你自己的试骗到9乘上去啊 就会得到2a平方会等于9b 这个应该就是你的答案 2a平方等于9b 第9题 啊还有7分钟 因为我写的是蛮快的 所以你习惯了其实你会看到 习惯了这种提醒的啊是很快的啊 所以都很快的 alpha 这种提醒是beta 兼4px 负责我们知道alpha加beta 会等于-b除以a 在这边应该负负责得到负贫 alpha beta呢就会得到-2 ok 那alpha平方加beta平方分之一 啊两根字和我们就得到前平 呃 分母是两个相成 这个是两个相加再生子 两个相加的alpha平方加beta平方 就会得到alpha加beta的完全平方-2alpha beta 这一边就是alpha beta的完全平方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那个数目给放进来 这个是4p的完全平方-2乘-2 这个是-2的完全平方 ok 然后446p平方224 然后这个是224 月减了是得到4p平方加1 ok 没问题 那相成呢相成应该很简单吧 啊如果是相成的话呢应该就会是 alpha beta的完全平方分之一 哦负2的完全平方分之一 应该就会是等于4分之一 没问题 那我们就把那个方程式呢 就会设成 负4p平方加1分之 加1 x 然后再加4分之1 所以如果要把4分之1给去走的话 那我去乘次乘次乘次 就会是4x平方减去4乘4p平方加1 x再加1等于0 有没有答案 有啦答案是1 那他是把这个4给沉进去 所以就会得到446p平方加4的 啊这样子挂幅x加1啊 so他多我一步了 他把4给沉进去了 所以答案1是对的 啊1是对的 ok 啊刚才看到什么 好像看到 d a a d voivoi e e 嗯哦voivoi e e 哇 像个voivoi e e e d b a e voivoi e e e 哦对完 耶 好那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有4分钟 那我就不解啦 那我稍微的 我run一下 看一下那个方法 怎样做就好了 ok 所以比如说第一题啦 我们知道 我们的b在5k哦 我们的c是这三个哦 这个很很很奇怪的一个情形 啊其中一个根是另外一个根的4倍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它设成alpha跟4alpha 2根4核 2根4核 等于5alpha 等于5k 换句话呢 alpha是等于k的 啊 然后呢 2根4核 会等于这个后面的部分 呃 应该可以找到k的 哦 所以这也就是 你会看到它的是顺序都是每次都是哦 我们先算两根子核 然后再看两根子记 然后啊 联力啊 最多是联力啊 联力 应该可以找到它的方法 啊 第二题我看一下 一次放根4 blo-blo-blo ale兩個接受这个哦 很简单吗 两根4核 呃 固南算 就是Alpha Beta分之均 containers alpha平方加Beta平方可以算的 然后两根自己应该就是越来越 tir 绝对表里 ok 说完畢来放进去 ok 这个应该可以 然后第三题的话nn 啊 把这个为两根,两根施核 通分就是3α加3β 还可以,可以找到 两根施季 αβ分之9 也是算得到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去看一下 大概看一下他的两根施核跟两根施季 我们有没有办法算到 其实就大概会做的 第四级β是大过0的 然后 哦,α平方跟β平方为两根 两个箱加 可以咯 OK,我们有那个公司 两个箱层 也没问题 OK,很简单 那第五题 诶,第五题 很像诶 这上面的那题很像是吗 啊,a,c,4a,c 应该是跟上面的题目 呃 相像的一个题型 啊,你记得吗?在这里 我讲的这个 2008 b1,我看一下那个是不是2008 b b2 啊,所以它是两个小题来的啦 啊,两个小题来的啦 OK 然后 哦,第六题 应该不难吧 如上述 两个根是αβ 然后是求α加β 跟αβ 为两根 这个反正αβ我应该也是找得出来了 αβ 我也找出来 呃,然后两根支和两根支系应该不难的 还有的就是 第六题 啊 应该不难吧 应该都不难啦 OK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可以的话 那请你们做 交上来啊,做功课交上来 OK,做功课交上来 我可以在这里设一个assignment 今天是2021年0205 课本 课本习期 课本习期我们做这个 1.4 1.5 加总数习期 OK 做完了,然后做完了 没有点吗 啊 OK,就这样子 好,谢谢,拜拜